帥哥 没有没有跟你一样 一早接受NHK和赵日新闻专访 新北市长侯友宜和日媒话家常 先拉近彼此距离 但真的令日本冒冷汗的 恐怕是越来越紧张的台海关系 确实日媒非常关心台海的情势 我接受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侯友访问日本其实也是备受当地媒体的关注 除了他今天接受NHK级产经新闻专访之外 像是我手上的这一份独卖新闻 他的二版里面其实也看得到侯友宜的大篇幅报道 第一篇标题 台湾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访日 侯友宜展现对日本重视 其中特别强调国民党过去强烈亲中印象 但近年来受到台日关系强化影响 无法忽视选民看法 而报道中也特别提到 副总统赖清德被称为亲日派 跟日方谈了很多的事情 都是政界 都是台湾人民的一些期待的相关想法 另一篇报道 选举前接连访问美日内文写到 候选人出访是展现对美日重视 同时刷存在感之外 也是因为当选后 在中国阻碍下 想出访将会有重重阻碍 因此各党候选人选前争相出访 前一晚美公开的行程 侯友宜脸书解密 原来他是和旅日歌手翁茜玉会面 非常谢谢翁茜玉 关心日本在台湾的侨胞们 这些做了很多公为慈善 而原本要到场的旅日球员 王真志则是因为确诊 只能请秘书代为出席 我从小也是喜欢打棒球 王真是可以讲是我们国家之光 我从小就非常非常的仰慕 我们也特别通过电话 我也送了我们家里最有名的卡诺 侯友宜访日不只要让乔胞更了解自己 也要让日媒看到台日中论述 侯友宜已经做好准备 近新闻林玉成张书为日本东京 随团采访报道